小姑娘,小姑娘,快醒醒 啊,老爷爷,这里是哪里啊 小姑娘,我刚刚救了你 不过我的孙女给黑衣人抓走了 你能帮我解救她出来吗 既然老爷爷解救了我 那我怎么能不把老爷爷救回孙女 救人一命生的奇迹佛途 小姑娘,只要集齐五国的碎片 就能解救小鹿了 后面去地牢的钥匙 这里快要坍塌了 拿到钥匙了 爷爷,你先走 你只要在终点中 我把小鹿解救出来就好了 出发,勾勾 谁来救救我 是小鹿吗 真的是小鹿 别怕,我小鹿这句鱼狗 拿到碎片来解救你 哇,这五个国家 不是说好的五个吗 有中国,日本,埃及,法国 就先去中国好了 别讲我是中国人 最了解的就是中国了 出发,中国的美丽真的不是盖的 满屏幕的中国猴 国花牡丹四大文明古国 哎,前面还有国宝熊猫 小熊猫小熊猫 想象中国会章在哪里啊 我后面的箱子有现色 果然,是粽子了 每当当我军下的人 就会包不少粽子 拿这个换中国会章 各位可爱的小动物们 我要出国冒险了 回来再给你们送吃的 一会中国坐标 接下来就是小鹿做过得不错的日本了 果然是充满了樱花气息 平板,楼房,榻榻米 都是日本的象征 让我想想日本有什么特色呢 有了,寿司,温泉,还有樱花树 跳到最高点 看看有没有藏进什么箱子 诶,果然一花树上就有寿司盘 看下可香可香了 不过这是救命的东西 绝对不能吃 浅如温泉里面瞧瞧 说不定也有收获 水里暖和和的 两盘寿司在设计完成 这下就可以换到日本的坐标了 起火日本坐标 古老的埃及我来啦 不出我所料 果然是来到金字塔里面了 需要一个木乃伊石关 法老王死后会制作成木乃伊 至少我都木乃伊的现色 我得下快脚步了 大西洋肯定是错了 尼龙河 这就是错了埃及附近了 看到金字塔钻进去 没猜错 一定是寻找关于埃及的相关信息 人面失身 最后一个僵尸 错误 反而老才对 拿到石关圆楼返回 逃出来了 赶紧换到坐标道具 赶紧离开这里 我可不想变成木乃伊 下一个就是浪漫的法国了 埃菲尔铁塔远近闻名 可是一世纪的灵魂 埃菲尔铁塔上有箱子 跳起来拿 面包 法国人可最喜欢吃麦面包了 去乡肉了 怎么要三个啊 看来还得再加上有什么特色啊 一看到地毯就觉得古怪 哪个地毯师搜索 这里陷阱去了 以后想密室 又发大一个 可是还唱一个在哪呢 仔细看看放昔里 找了这么久 一直都找不到最后一块 该不会点人吃了吧 想起来 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遥控的红酒杯 没错 红酒也是法国最出源的 看 这不是有一杯酒香四溢的红酒吗 它后面就会藏着小白面包了 找得我好苦啊 总算是可以换法国坐标了 拿上走人 激活法国坐标 对于英国我最了解的还是伦敦了 百年锁利的大本庄 那太无核电话亭 原来大本庄里面会藏着薯条 我懂这个套路了 来这个桥上看一看 这毛毯准有什么问题 哪会走动走动 说不定底下就是薯条呢 奇怪 居然没有 如果没猜错 电话亭旁的那太无核水下 也藏着箱子 最后一个薯条会在哪里啊 红蓝相间的米兹奇 那是英国人的骄傲 所以必定有线索 椅子后方的间隙 逃不过我的回眼轻轻了 叫出来吧 这是第五个坐标了 急急需求小鹿来 点亮英国坐标 更好我 小鹿我来救你了 咕隆咕隆 身体很笔悖 肚子也很饿 你有没有吃的啊小鹿 要下岩浆就好了 小鹿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我都会哼过去了 要负心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